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高端局比赛 边路的作用非常大 如果能打出压制力 往往就能取得比赛的胜利 战士边的carry能力很强 团队的时候可攻可守 单跳能力也出色 在官方的眼里 战士的难度评级分别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点尾难度 一级 官方给点尾的难度评级只有一级 相比其他战士 点尾确实显得很简单粗暴 点尾的爆发很高 拥有真伤的他 即使一道惨客 也可以直接大招砍上去 然后再释放二一技能无脑砍就行 不过操作简单 不代表没有技巧 点尾的一技能可以解控 敌方有硬控的话 千万不要一技能赶路 然后释放大招 这样完全没有留人能力和逃跑能力 理性难度 五级 新英雄理性的难度为五级 这是比较客观的 理性过有八个技能 虽说技能很多 但是操作实在是不难 玩家在对局里 一般只会使用一种形态 因为理性变换形态时间非常长 目前建议大家选择光明形态 强度可达T1级别 与操作相比 理性的出装反而更难一些 光明形态出黑切破均 明刀碎星锤 走穿透流路线就可以了 花木兰难度八级 花木兰在战士里面 是最难的英雄之一 个人觉得跟达摩差不多 花木兰难度有八级的话 达摩也至少是七八级 花木兰的难点在于瞬间打出沉默 速度越快越好 让脆皮英雄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秒了 花木兰的双形态跟理性不同 技能之间联系紧密 打出无懈可击的操作才能击杀敌人 露娜难度九级 露娜也是一名战士 她也是官方平定 唯一一个难度达到九级的战士 原歌是技能组合复杂 但摸动后操作并不是很难 露娜就不一样了 她的技能机制大家都清楚 但需要极快的手速 才能打出越下无限连的操作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